今天很开心 回到咱基隆坡的道场 一看是跟之前不一样了 金笔辉煌了 然后气场也大了 场地也大了 气场也大了 看到你们也都焕然一新 好像没疫情这回事 你们还都是精神被精神焕发 不像有些地方的人 一看就是得了温病地方的人 没精神 人活的就是一个精神 自故一累 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个精神讲明白 所以说我从十八岁求道 经过了佛家师父 道家师父 儒家师父 民间医家 就是民间医术是跟我们传统的中医还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并且我当年这个求道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要上这个茅山 这个去拜访 上茅山拜访的时候啊 我这个那个时候我的亲教师 熊教授 熊春锦教授 我就特意请示师父 我说我去了茅山 如果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师父教我茅山术 我要不要学 我的茅山术不是人间有肉身的这样的师父传授的 是真的是三猫真君 茅山三兄弟 后来修炼都成道 就是成为茅山真君 这个是三个真实的人 在茅山这个地方修道成功 创立了茅山术 茅山术大家不要害怕 茅山术是正法 那么现在怎么有很多人使用茅山术下降统呢 这个就像今天到末法时期 佛教 这个我们这个在经中看到 现实也真实的经历的是这么回事 叫邪师说法如横河沙中 无论是穿着袈裟说法 还是没有穿袈裟说法的 我们很难遇到一个真正的释迦牟尼的徒弟在穿上 基本上是都是打着佛教的旗号 打着本师释迦牟尼的旗号 在传自己的东西的人比较多 就是叫自以为是 他理解的释迦牟尼的教法是这个样的 他理解的释迦牟尼的佛法是这个样的 然后就去给人讲 结果大众一看他是穿袈裟的 出家人 那么就信以为真了 就是这是僧人是讲法的 那他讲的法应该是正法 所以在佛法 我们称今天的时空点叫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一个典型特点就是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众 什么意思 多的数不过来 横河里的 横河是印度的一个大河 横河里面的这些沙子的数量 谁能数清化 所以这叫横河沙数 在你们南洋地区传道 这现在是第九个年头了 已经是圆满八个年头了 那么最忙的一件事就是解救佛教徒 因为自己迷信被邪灵掌控这件事 基本上是因为大家都是以为信佛 就是真信到佛了 那么就去崇拜某个人 崇拜某个山头 自以为自己是这个人的徒弟 自以为是这个山头的徒弟 这个就是世人行邪道 为什么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没这样教学 大家要重视 释迦牟尼教学的一个典型特点 借用我们现在科技界 大家都知道现在元宇宙 叫NFT元年 现在都在炒元宇宙 都炒NFT 炒虚拟币 可能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接住 因为排斥这个东西 以为这是不好的东西 因为有些个别国家的政府打压 所以很多的就以为这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这个去中心化 为什么有些政府它不欢迎 因为我政府是个中心化的 就是我国家的货币必须是我的中央银行发出的 轮不到你自己发一个货币出去 对不对 什么比特币啊 这不是哪个国家中央政府发的 是一群人根据一个白皮书然后发出来 那变成了在座的各位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中央银行 你自己都可以发币吧 只要有人用你的币 承认你的币 使用你的币 那你的币就可以增值 兑换力就可以上升 从比特币原来是五毛钱吧 我如果没记错是五毛 现在是六万五千多美金一枚 你看它这个因为很多人使用 所以它这个增了多少倍你自己算 但是我今天不是给大家讲币 我是讲拿这个举例子 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就是去中心化 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 就是你们俩交易 没有一个银行从中中赚钱 也没有任何的中介商从中间赚钱 只是通过科技 你把钱给他 他把那个币弄到你钱包里去了 你用这个钱包里的币 可以做任何的NFT的买卖 甚至在新加坡现在有一些赌场 你像金沙赌场 他就可以直接兑换现金 在那换筹码 筹码就可以换现金了 对不对 这个叫去中间化 去中间化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没有一个中心 人人都是一个中间 什么意思 就是你自己是个小宇宙 你自己是个如来藏 这谁讲 佛陀告诉我们的 说释迦牟尼的教育 老子的教育 古圣先贤的教育 他图出了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去中间化 你们不要以我释迦牟尼为中间 你不要以我老子为中间 你不要以我这个耶税 你不要以我这个耶稣为中间 所有的圣贤的教育 都不让大家去搞迷信 迷信我这个人 迷信我这个帮派 迷信我这种教育 这个叫封建 封建是帝王 帝王文化 帝王文化是去中心的还是立中心的 封建帝制是去中心还是立中心的 立中心的 哇 给你们个掌声 好吧 咱们这个马来西亚的 吉隆坡的听众不一样 立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 真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 我是帝王 对不对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犬奴 什么叫犬奴 这你是我的走狗吧 上至大臣 下至黎民百姓 都是为我帝王家服务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封建文化的典型特点 这个都在不停地立中心 从皇帝立天下 他是天底下的一个中心 所有的大臣 黎民百姓 军队 都要为了巩固他的江山 去牺牲 你们的这个劳动所得 都要交税 去养皇家 皇帝这个家族 他握着奢侈的 腐败的生活 你们是讨饭的生活 缺一少食的生活 这就是中心化的 所以说 为什么要把封建地质推翻 变成了今天的 相对民主的一种政治 这是什么 就是为了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目的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 有独立的个性 你应该有自由 你应该有民主 你应该不以任何人为中心 而是以自己为中心 但是这个文化到今天又出问题了 大家都变得什么 自私自利了 我以我为中心了 你是去中心 你还是立中心了 你是去了这个民主 你像西方现在很多国家 因为疫情 一要封锁 马上就游行 是不是 为什么要游行 伤害我的利益了 我没钱赚了 我的行动受据 你非得逼我戴口罩 我就不要戴这个口罩 所以这种民主 是不是真正的民主 因为他没考虑整个国家 整个人类这个大族权 我自己戴了口罩 我自己 居家你们前一段时间都挺好的 都不出门 对吧 为了谁 除了为我自己 我还为邻居 为那些小孩子着想 不要让他们也染病 染了之不好会死人的 这种人 他已经是兼顾了自己和他人的人 就是一个正常人 不正常的人就是 我的利益受伤害 我管别人怎么回事 我就是要自由 我就是要民主 我就是不戴口罩 我就是不打针 你让我这个样子 我造反 我给你游行去 发当一群人来游行 这种民主 就证明是一种 还不是我们想要的民主 但真正的民主是什么 真正去中心化是什么 圣贤的教育体现了你自己也不应该是中心 你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 你不应该只为自己的家庭活着 你更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个人 然后以人为本地活着 以人为本地活着 你就是可以把小动物杀了 吃它的肉 剥它的皮 你可以任意地把这个森林给放火烧了 变成耕田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错理了中心 以人为本地在地中心化 虽然不是帝王的中心化 而是你自己做成了小霸王了 你自己做成了小皇帝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导致了今天整个人类社会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道德的沦丧 只要有金钱 只要有利益 我只要满足我自己的 我杀人放火我都干 卖爹卖娘我都干 卖儿女我也干 道德伦理的沦丧 这都不是圣贤的教育 圣贤的教育刚才回到 所有的圣贤释迦牟尼老子耶稣基督 他叫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就是你要无我 你人要无我 对世间的所有的追求叫法无我 面对着我们尘世间所有的事情叫法 叫万法 万法 那么我们人活在世上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你自己 叫生命 你是从哪里来的 父母卫生 你前本来面目是什么 这个你要搞清楚 这叫生命的真实相 我搞清了我自己的生命真实相 我就可以搞清所有的人的生命真实相 人的我都搞懂了 我就可以搞懂畜生道的 搞懂这个恶鬼道的 地狱道的 天人道的 修罗道的生命实相 以此类推我就搞懂了 所以生命实相 是我们此生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从哪里来 我死后去哪里去 到哪里去 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面对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多变的世界 我要找寻这个世界的规则和规律 这就叫万法 万法 就是我除了人这个身体之外 所面对的所有的事情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叫法 叫万法 所以我要见宇宙真实相 就是我身体以外的所有的气世界 包括怎么做生意 包括怎么赚钱 包括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 包括你的深口意 深的作为 头脑里的想法 口说出来的东西 这都叫万法 这都属于法 不是说佛法呀 什么一个念佛念证 什么叫法 不是 这对着我们生命实相 都叫法 所以是法要无我 人要无我 那么叫人法两空网 或者叫人法两空明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这个肉身就是我 也不要执着自己所追求的 所谓的理想 那么这些就是我 都不可以 所以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人世间 人在世间就两件事 一个是搞懂自己 一个是搞懂自己活着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在政法里面 所有的政法里面 他强调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人无我法 这是金刚经理讲 那么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刚才说去中心化的佛法 去中心化的道教 这种基督教的这些圣贤的教育 他就凸显了一个重点是什么 大家也记住这个重点 就是你 记住啊 只向自己了 你不是人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 就是张老师 你骂人啊 我怎么不是人 我就是人 对 这就是你吃错了药 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是人 所以是提出所谓的人本主义 就是一切以人为本 离开这个都是次要的东西 这就是你这个最大的恶难 恶是什么困恶 难就是八十亿难 这是最大的恶难 就是因为你以为你是个人 所以你才什么都不顺 因为你有个中心了 所以是这个宇宙这么大 人在宇宙中算什么东西 你怎么可以以自己为中心 整个人类都不像个什么东西 因为整个地球在宇宙中 就是一个小沙粒嘛 对不对 你看恒河沙的那个小沙粒 整个地球放在太空 这么大的太空里面 它就是小沙粒的 不是 那么我们像 这个沙粒上的细菌的一群人 你有多大 你这样看嘛 你拿起一个沙子里面很多细菌的 对不对 但地球是个沙粒的话 你是不是地球上的一群细菌 很小啊 在天人眼里是不是很小啊 我们看那个细菌都看不清楚啊 对不对 你要用接着放大镜才能看 天人看你 人家自带放大镜的 可以看清楚 但是你是很小很小的 小生命体 不是你自以为是的 你是个很大的生命体 这是我们自己吃错了药以后 叫这个谜子成了众生 绝就成了佛了 所有的去中心化的教育里面 都说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你是谁 你不是人 你记住 人是六道轮回的种性 你跟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天人 没什么两样 因为你无非是形态不一样 但是总起来都是轮回生死 这么回事 你的灵魂神是神又不死 不死你就是一会儿做人 一会儿做畜生 一会儿又做天人 天人做完了又做地狱众生 地狱众生做完了又做恶鬼众生 你这个没完没了 六道都是苦 你在这个苦海里面循环 没完没了 不是有个了结的这个事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误以为是人 将来你转成畜生神 你误以为是畜生 自己是畜生 将来转成天人神 你误误误误的误啊 你误以为自己是天人 这就把自己的这个 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的 本来面目里丢失 那么所有的圣贤告诉你的一件事情 你做回你那个大人 不要做回自己的小人 你是个人也是小人 这个好高好高的天人 在人这儿来看 到人家靴子底 鞋底这么高 对吧 人跟天人比 人家那个高大 我们的比例两米高的人 就到人家鞋底这么高 对不对 天人就觉得你是小人 人家是大 人家是高人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高人 他依然是小人 对谁来讲呢 对近虚空变法界 这个太虚空来讲 他还是很小的 但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本来面目 你是这个太虚空的本体 你有多大 太虚空有多大 你就有多大 所以这是实相 因为你是无量光 你因为染了尘 这个误以为自己是人来做人 误以为自己是畜生来做畜生 做人的人很傲慢 我做了人 那个猪啊狗啊不如我 狗啊猪啊也很傲慢 说你们咱怎么两条腿走路啊 多丑啊 你看我们这四条腿爬着走 多漂亮啊 猪找了个媳妇 也是猪 狗找了个媳妇 也是狗 他不会跟你人 找人做媳妇 找人做老公的 头死了 你们两条腿插不着走路 你看我们四条腿走路多稳 这就是妄想 这就是执着 因妄想而执着 失去了自己本来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释迦牟尼说你是谁呢 释迦牟尼说你是如来 如来是什么 这个名词这是个外国语 这是印度文不好翻译 如来就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够不尽的金刚体 要从这知道什么是如来 如来不是有形象的 如来不是有阴生的 为什么金刚经理说得太清楚了 你以阴生求我 以什么 相求我 世人行的邪道了 行的邪道了 你走错路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以一个有相的佛在拜 我们现在还天天以为自己念佛 每天必须念多少声 你是佛门外道 记住了这句话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徒弟 你是听了某个法师的 你是那个师父的徒弟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徒弟 释迦牟尼的徒弟 他就告诉自己的徒弟一件事 你是如来 如来刚才说就是那个金刚 这个金刚不坏它有个特点 它是空的 虚空有多大 它就有多大 它是明的 就是透明的 咱们彼此相见 因为咱中间是透明的 就是我看到你 你看见我 如果这中间有个屏风一挡 谁也看不见谁 就没有那个明 没有那个空挡住了 所以这个在我们彼此之间 在你们同修彼此之间的 这个叫什么 叫空明霸身 空明如来身 他不生不灭 不去 不来叫如来 所以你是这个 你大起来 近虚空变法界 满了太虚空 小起来 你可以变成一个真尖大小的 或者比真尖还小的 今天叫量子 你头发烧了百万分之一 我当年师父说 你不好好修 你会变成蚂蚁 我就跟师父开玩笑 师父你看我这么大个子 我进去蚂蚁 不把蚂蚁撑坏了吗 我的灵就进去蚂蚁身体里面 不把蚂蚁撑坏了 师父说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真正的灵 小的时候 比那个细菌还小 今天科学证明了 最小的叫量子 量子 一个量子有多大呢 我们头发烧了百万分之一 那是个光子 所以你的最小的身可以是一个大起来 一个光子 两个光子 连接成的是光子海 叫无量光的法界 这就是你 那么准确到一个点 你就是个光量子 就是你一点灵 所以你这一点灵进去蚂蚁身 那蚂蚁就像个大象一样 那么大 你怎么不可能投胎为蚂蚁呢 所以这个为什么 释迦牟尼告诉 那蚂蚁是什么的 蚂蚁是如来 如来化生的 人是什么 人是如来化生的 那天人是如来化生的 为什么化生的 因为妄想和执着 你今生你长一米六 你觉得个子太小了 你想长一百六十米 那就去天人了 因为你妄想 妄想天人的高 天人的 因为你又行了善了 下辈子你一定是做天人的 因为一百六十米高的天人 人没那么高 妄想 对不对 所以你连针尖大小 那里的利益都贪 那你就是个蚂蚁嘛 为什么 蚂蚁拿着一个馒头渣 拿着一个面包渣 那就了不得了 对不对 这个今天饱餐一顿 人会不会跟蚂蚁 争这个馒头渣啊 会不会争这个面包销啊 不会的吗 你只不过是你做蚂蚁的时候 你因为妄想 你执着这个妄想 所以你觉得很幸福 终于今天得了个馒头渣 抗着跑来跑去的 人呢 你觉得你今天赚到钱了 你高兴得了不得 跑来跑去的 去喝酒 去唱歌 去庆祝 天人呢 天人觉得自己 今天有个什么天赋来了 也觉得自己美自郎当了 那在一个性虚空变法界的大宇宙中 你天人跟个小蚂蚁似的 这是开篇告诉 大家要破一个东西 就是你不是你 你这个躯壳只是个载体 什么东西是你 所以说佛教给他一个很准确的名词 叫神识身 记住 有个身体 不是神识 大家以为神识就没有一个身 不是 他叫神识身 我们为什么知道 你看他在所有的密法里面 在修这个供养法的时候 还有普贤十大愿望 这个供养诸佛 供养诸佛是你自己一个人去供诸佛 这个人这个身体去供诸佛嘛 你能供几个 你做火箭 上太空 也出不了太阳系 那太阳系之外的诸佛你怎么供养 不是这样 你看经常讲 广修供养 广修供养 供养诸佛 怎么供养 是每一个佛国都有一个 你一模一样的身在那行供养 于是很多人就说 这好办 想象着就可以了 我想象着我修一个佛的供养 然后想着自己 就变成亿万个身 无量无边的身 我就行供养了 记住 真修行人 不可以用仁义修行 你用仁义去想象 就是对自己的欺骗和对别人的欺骗 为什么 你现在坐着想你成为亿万富豪 你把亿万拿给我 因为你想就可以嘛 我想有亿万 我就有亿万了 那我在这想 你再想几天去了精神病院了 那就是你生病了嘛 对不对 那你想着化成无量身 就可以去供养诸佛 有无量身了 那你也是精神病吧 不正常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才是真的呢 真要有无量身 去 真要有无量身 你的人身 人身是用什么造就的 师父很简单 两只胳膊 两条腿 一个脑袋 一副肚肠 然后就成了我的肉身 你看是这样 这个狼看你就是一堆肉 你觉得 在他们你就是一堆肉嘛 你什么两个腿 两个腿 这啃骨都挺好吃的 什么这是手 他不认知 他就是你是一堆肉 好吃的肉 他就把你吃了 是你的支箭队呢 还是狼的支箭队呢 说你错了 因为你具现在人的理解上去 把自己这个肉身当成自己的 实际上你这堆肉被狼吃了以后 你去哪了呢 你是不是也被狼吃了呢 不是 你都神时神去转世了 你横死 被畜生所伤 死了 死了你的神时要去转世的 你是神时 你还是这个肉体 不是肉体不是你 神时是你 所以大家在修行过程中 一定要去 去人意 这个叫解心使神 庄子的话语 就是你要把神释放出去 你们中间很多人会驾车 那你驾车的时候是人在驾还是神在驾 告诉我 人在驾是怎么驾呢 教练说 这个要倒车 往左打三十度 往右打三十度 然后 往前进一百米 往后退多少米 你测量了没有 你们现在哗哗哗到车 有没有测三十度 三十度 前进一百米 后退又五十米 没有吧 是不是 那你没有测量 就不是人意 是神意 什么意思 就是你神操作 对不对 你就都知道 这样张人一打进去了 是人知道还是神知道 是精气神 为什么你会撞车 精神不好 昨天睡没睡好 失眠一晚上 今天没精神 稀里糊涂就把车给人撞了 是不是 那精神不好的这个神是什么 今天告诉你 佛法给他定义的很准确 叫神识 识是意识 也就是你人除了人的意识之外 你还有个神识身 有个神识身 套在你的肉身里面 人意知道自己这是人的躯壳 那么以躯壳里面装的能量 你们称英文称为energy 组成了一个另外的身体 叫神识身 是他在支配你的脚动 他在支配你的手动 他在支配你的想法 他在支配你的行为 你的身口意 包括你怎么说话 都是他在支配 有的时候你得罪人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 为什么 你的神见了上一辈子的冤心债主 就使劲损他 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 说完了就想打自己的嘴巴 哎呀打自己的嘴 我怎么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说了 说是你要说 还是有个东西 你控制不住 他就是要说 那就是你的神是神 人跟人的见面 人肉体就是个躯壳 躯壳里面的那个神识 是主人 是主人 我们要搞清人和神是怎么回事 一定先把这个基础打好 我上一次讲了一堂课 没讲透 所以说还要加上这堂课 还有两堂课 试试能不能讲透 一定要给你们讲透 讲透了真明白的人知道了 你就会去用神识 而不用人意 我经常有这种体验 就是我这个不了翘 怎么自己就把刹车给踩了 开车的时候 没想踩刹车 怎么帮一脚 是给刹车踩 再一看 前面的人没刹住车 嘣把前面给撞了 哎哟 这是哎哟 这个信愿 不是信愿 是你的神识有力量 因为你不停地在训练他 不停地练神 不停地聚精会神 所以你的神识有力量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他知道 他知道 所以他把刹车踩了 你踩 人才明白过来 我踩刹车干什么 正想着问的时候 蹦 前面车撞 你就差他那一点点 你刚才说人要动作的话 你已经是撞上去了 大家经常有这种体验 但是你不注意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不是人意 是神意 是你自己的神意 我们自己体内有什么神呢 我前面课程讲了 我们复习一下 有阴神 有阳神 有真神 阴的神意呢 就是你控制不了 就想作恶 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 不能做 不能做 还是去做了 对不对 控制 控制不了 发脾气不对吧 会伤人 但是你就是控制不了 你就是发了脾气 发了脾气 好后悔 我为什么这样说话 我能不能换个说法 当时你控制不了 这是你的阴神 阴神 阴神是体内的阴的能量的 炊起来的 叫炊精会神 你炊了阴精 形成了阴气 那么炊成的神就叫阴神 阴神就是这么做恶事 这么做绝得事 这么弄着自己不开心 这就是阴神 那么你炊了阳精 化成阳气 炊起来的神叫阳神 阳神他就诸恶不作什么 众善方向 所以说我们修行人 你要把自己的真神 就是这阴神阳神都还不行 一会儿这个嗨得不得了 一会儿又低沉得不得了 那你要把那个真神 这在佛门里面叫原觉 原觉 或者叫本觉 或者我们中文叫真心真意 的真意 你刚才说阴神的意念 阳神的意念 对吧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一会儿嗨一会儿消极 这个大风大浪的 你多么的心入池水 你达不到 你必须在自尽其异的基础上 你就能够察觉自己的阴神 还是阳神起来了 你就能够对峙 对峙 因为你把本觉 原觉 觉出来了 正出来了 那么他是你的真主人 他是你的真人 这个你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伊斯兰教人家叫真主 安拉 真主人 是真主人的意思 这是我们修行修这个什么东西 记住 很简单地告诉大家 就是自尽其异 通过把自己体内的阴阳 两种精 阴晶阳晶 化成光 阴气阳气 化成光 那么 这个由光组合的神 就叫真神 由光组合起来的神 就是原本真神 叫原神 又叫神明 因为他透着明 明明白白的 他没有自己要做什么 他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大圆镜制 就是一个大镜子 把什么事实真相都能映现出来 首先你在这个镜子里 可以看到自己的阴的一面的面貌 和阳的一面的面貌 因为他显真 大圆镜 大镜子 就像你们照脸的镜子 它可以显出你的本来面目 你现在是阴神作怪在那发脾气 你现在像个消灭佛一样的 在那劝人 这个一个善一个恶 一个阳一个阴吧 这能显 能显了你有这个本觉 有原觉 所以你有一种意志力 就是我马上要阴了 我赶紧躲出去 不跟老公吵架 因为我待会儿 受不了 我就肯定骂他 我躲出去 他自己外面把气消了 拼命耍他信用卡 你的气就消了 想买傻兄们 买了一堆 终于报复了 然后气儿笑了 气儿笑了又怕他发脾 回来做小猫咪 喵喵喵 叫两声 亲亲老公 让他不发脾气 因为你觉得理亏了 对不对 所以是 这种就是 你有觉 你有一种觉力 你是一种绝空力 就是你知道什么要发生的 你明白明白说 你觉醒了 说你不要阴音爆发 再在一块肯定阴音爆发 你就出去了 这是智慧的人 这是有自制力的人 这是真修行人 这是源自你的原觉 原觉的力量 但是你又没办法低音增扬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阴神 你像我们这几年教的 这个系列的技术方法里面 有一个很简单的六字气 呼吸法 这个呵呼吸虚思 六字气 六字气 指约呼吸法 那就可以使你的里面的炸药包 变成没有炸药了 为什么 把阴气 呵呼吸虚思都放出去了 放出去就没那骨子气儿了 没那骨子气儿就不能聚成阴神了 因为阴神是要以那个阴气聚起来的 所以是这些技术方法 圣贤教给我们的 是对圣贤有好处 还是对我们有好处 是对你有好处 是你不发脾气 是你成佛 不是成人 刚才说去中心化 你又立个中心 就是立自己世人 就是六道轮回的种性 你这辈子没做够 下辈子还是做人 就六道轮回的种性 你不停地兼顾这个种子 最后结成的是人种 下辈子还要做人 如果你作恶多丹 不像个人 那像个畜生 就是做畜生 你这辈子 称恨 贪婪 又浪费 那就是做恶鬼 大家老闲师父胖 我就跟你们说个秘密 我太太吃剩的饭 也被我吃了 那么我四个小孩 现在年龄还小 吃到半圆 说爹地我饱了 那这饭又被我吃了 就剩女佣圣的饭 我没吃了 你说我怎么能不怕 师父你不能不吃吗 把它倒掉吗 又不能隔夜 你把它倒掉 我就怕他们 下辈子做恶鬼 下辈子做畜生 浪费这些食粮 这是恶鬼因 这是畜生因 所以说我把它吃了 它就没浪费 我把它吃了好好练 练成一身肉 可以释放很多能量出来 又可以帮你们 掌声一下 不要先师父胖 我是可以不吃 但我孩子下地狱我不干 我孩子去做恶鬼 我更不能干 为什么 我以前小的时候 我家剩饭都是我妈吃的 我爸都不吃 而我跟我母亲学了这么一个美德 就是最后一个吃饱 为什么 所有的轻盘运动都是我干的 我把它当成福报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又穷 家里穷吃不饱 现在有东西干嘛把它浪费 这是口福 口福就吃掉 大家要知道 人修行就是在这生活中转念 你就是全凭心意下功夫 你转念 但是你转念 你是在为自己 还是利乐众生 纯是利他 如果纯是利他的转念 你是在圆觉里面 你不是因为馋那个东西 非得吃那一口 你是为了不造恶因 帮孩子不造恶因 解救他 这个就是没有为自己 不是说我馋 我那个懂得怎么样了 我就不要去这样做 那么现在我难道比你们还穷啊 我专门吃剩饭 有这个必要吗 对不对 不是 你轻静念的转念里面 就是利他 对待所有众生 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叫如母众生 可能是你上辈子的母亲 可能你上辈子的 那么一切利他行 这是在你的圆觉的作用下 这是由真意 控制了自己的神意 由神意 再控制了人意 由人的意念 再来控制你的行为 控制你的口 这是整个达摩西来无一字 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 没有一字教大家 全凭心意下功夫 就是你是用的人意 你还是用的神意 你还是用的真意 人意就是逻辑思维 我这两天跟美国一个同修 美国一个同修进行了深度的沟通 我们俩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聊的跟我小时经历的是一模一样 我小时人家叫我小老头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像一般的孩子 那么上蹿下跳 活蹦乱跳 我就坐在那儿 像个小老头不太动态 他给我描述的 他小的时候 很多老人特别疼他 大人特别疼他 他是女孩子 就是长得也漂亮 都很疼他 但是每当那些人 什么这个说的很 因为对小孩子都是说的那种 很幼稚的话 他就觉得 你们干嘛这样对我 我都比你们老很多 你们为什么这么幼稚的对我 但是他是个小宝贝 他老觉得这个地球不应该来 这不是他那待的地方 因为这种我们在密法里叫祖古 祖是祖宗的祖 古是古代的古 是什么意思 他前世修成了再来人 这是一种 还有前世 师父带他修前世法 他要死活着死 一般人是死了 在神识从身体出去 将来你们跟我学前世法 就是活着死 什么意思 我看这个身体不行了 又是这儿烂了 又是这儿病了 这个老朽了 不能用了 我先死 神识出去 神识一出去 三魂分家 天魂归天 地魂归地 人魂去做守时鬼 神识经过中阴转世 但是你自己活着 我想到张家转世 我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我的母亲 我已经去了 我的神已经去了 去了以后 我看那个 哎不错 这个将来我投胎在他家 这个又能闻佛法 又不用饿着 又不是大富大贵 为什么 大富大贵的人家的孩子不修炼 做败家子嘛 他有个使命就是 把这个爹娘 把爷爷奶奶赚的钱 全部花光 这是他的使命嘛 我们穷人的孩子的使命是 家里没有钱 把钱赚来 但是你父母太穷 你没有办法闻到 你没有办法接触这些师父 所以师父 这个父母也没有 他天天打工累死了 还不够养家呢 你没有机会闻到的 爸爸妈妈不会带着你去道场听经 不会见到师父的 说是真正的祖国 他的第一 大富大贵 他不去投胎 因为他是小老头吧 他现在八十岁九十岁了 他从自己的躯壳里走出来 你说他是老人还是小人 他不是 虽然转头胎成一个小baby了 但是他的神识很清楚啊 因为他没有迷灯啊 他没有喝那个孟婆汤啊 连碗黄汤他没有经历过 根本没有去过 这个阎王殿嘛 自主生死的人啊 说是修佛 就是要修这种东西 修什么 修神识啊 不是修你的仁义啊 仁义只是要把仁义 多不做众善奉行 提升到 怎么去使自己的那个真觉 圆觉 如雷葬 这个金刚不坏的 把它还原 因为你原本是这个 把它还原 还原了以后 他第一有影线的功能 大圆镜的功能 说我阴阳 我知道 就知阴使阳 我知道 我太阴了 我控制它 我这个 吃什么东西 可以提升自己的阳气 我吃那个 韭菜啦 蒜啦 洋葱啊 这些牛肉啊 这些浊气太重 我不能吃 吃了我就昏 叫五昏吧 所以你吃了就昏 不是说不可以吃 吃了你就昏 我们有修正的人就很清楚 你一吃 阳神都跑了 阳神都跑 你身上只剩什么神了 阴神 所以我身边有个学生 他不太信 刚跟我学 有一天就不小心吃了大蒜 吃完大蒜了 他跟身边的人说 我现在什么坏事都想干 去抽烟 去喝酒 去吸毒 去干什么 我现在就 还有一种冲动 冲动 要去干坏事 旁边好在 还有我一个徒弟在他身边 你千万记住 不能啊 你为什么要有道理 道理就是 看他要 真的要去干坏事的 又去吸毒 又抽烟 又什么喝酒 又蹦迪的 这不是阳气都散掉了吗 人人人啊 过了今天好了 那个算没有了 这为什么 佛法里面特别重视 不能吃五荤 五荤不是腥 你牛肉是 灼气太重 狗肉灼气也太重 这个灼气太重 你本身修炼就是 地阴增阳 是阳轻轻地浮生上来 轻轻地浮生上来 你的情绪是亮丽的 是阳光型的人 那个阴的人 他就是 他就很坏呀 什么坏事都想干的那种人 他就消极 低沉 什么这个不可能了 那么不可能了 什么都不可能了 就觉得他自己是神仙 就觉得他自己厉害 实际上他是阴了 阴得不得了 我们修行很简单的一件事 赶紧想办法 低音增阳之后 进去纯阳 纯阳使自己的原觉 真神出来 这个在功夫界叫原神 本命原神 你们经常提到的 本命原神 他是你鲜甜的如来炸 一点灵光 没有染尘的东西 他染尘之后就变成了神石 染的这个重的部分就成了因 用善的东西去染了 他就变成阳 你不要以为善是个好事情 善是人以为善 六道众生看你的善 有的时候很恶 所以不是你以为善就是善的东西 这是人约定俗成的 对不对 比方说这个蚊虫杀了 是善还是恶 你们很多做母亲的说 看见那个蚊虫生的懒 把你搅来搅去的 这还得了 这一长成蚊子 就周围那么多蚊子 把我孩子咬了怎么办 然后就把那个脏水就倒到太阳底下暴晒 那些蚊子的懒都被杀死了 你是大快痛快 是吧 这是善还是恶 你觉得是善吗 我保护我的孩子 保护我的家人 把蚊虫的这个懒给它晒干了 然后 蚊子看这件事是善是恶 那你杀死了我的孩子 他死他也要找你报仇 你不信你试试 你只要伤了蚊子的懒 他就把你扔下了 你那几天一定是身上多的包 比原来多了很多 为什么 他群起而公着 这个太恶了 连我的baby都杀死 你杀了我也就算 你还杀我 很多你们人类以为的善是善吗 六道众生都有如来得相 都堪作佛 搞不好那个蚊子盯着一个修成的师父的血 他成佛了 结果被你给杀了 断了人家成佛的路了 大家要知道 我们只有自心其意 从事实真相去看问题 就映现事实真相 不站在人的角度上 不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 去掉这个自我的中心化 去掉自己之间 以为我的中心化 我们有两个我 一个是你以为这个身体是我 不是 它会没的 这不是我 这是我得身体 它会埋掉的 它会烧掉的 烧掉我不死 那你就要问那个我是谁 叫神我 叫神使的我 它会转世的 那有一种我就是知见我 就是顽固不怕的 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的看法是对的 我以为是对的 所以我们这是人特别顽固的地方 也是所有六道众生特别顽固的地方 牛看人的想法都觉得你们人很蠢 对不对 所以是天人看人也觉得我们很蠢 这叫知见 我们人以此为知见 乐得做人 这就是一种病 这也是没有去中心化 就我知我见 身见和知见 这两个你都要破 就去中心化 就无我 就完全无我 无我是没有自己的主观见解 没有自己的什么 身体 以为我 以这个身体为中心的我 这叫无我 无论佛法道法都讲无我 只有无我 你才能见自己的 发身如来的空和明的实相 你没有自己的时候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发身如来 发身如来又是什么东西 后来密教师父 也不叫发身如来 因为大家讲发身如来 坐在佛堂上面一个大佛 就发身如来 他碰这个像以后 他说空性明体 就是大家坐在明体里面 这个房间是空的 待会你回家路上都是空的 坐车 车里面是空的 里面又是透明的 对面的人你又看得见的 对 你在任何的时间和地点 都活在空性明体里面 这个空性明体包容了地球 包容了太阳系 包容了宇宙 一百四十年的宇宙 包容了三千个大千世界 这就是你的发身 在你没有投胎转世的 第一次投胎转世 你就是这么大 你就是这么大 你拥有的财富是无量的 这个上堂课我给大家讲 我们修行就是要通过人意 懂得和神意配合 懂得和自己的真意配合 最好永远使用真意 真意无意 真意无我 真我无我 不是有一个有形有相的我 也不是有个名字是我 不是 没有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是你自己 什么相都没有 什么相都没有的如来藏 进虚空变法界 所以它可以进去麻一身 它可以进去人身 它可以进去天人身 六道一切众生 都是这个创造的 都是和你的如来 一样的如来真发生 创造的 在创造这个过程中 西方基督教 给它起了个名字 创造万物的本体 叫上帝 上帝不是长得人的样子的 我们怎么知道 那猪是谁创造的 上帝创造猪 难道猪里面的灵 是长着人的灵吗 那个灵肯定是像猪吗 对不对 他的神也像猪吧 对不对 那上帝创造猴子 他的神是不是像猴子呀 所以你知道上帝是没有固定形象的无量光 他用这个光 创造六道众生的时候 都长得六道众生的样子 不是上帝的样子 那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如来化现 他不叫上帝 他给上帝用了个如来这个名词 叫佛祖 就是所有众生成佛的本 就是因为你是无相的 所以你做龙女也可以成佛 你做猴子精也可以成佛 咱们有个西游记不叫斗战圣佛吗 对不对 那就猴子成佛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在佛法的平等性质里面 大家要懂得如来就是上帝 那么这个如来在中国叫什么呢 叫道 老子的道 道德的道 这个在老子的经典中 他特别强调 道生之 德序之 物行之 弃成之 什么意思 道生万有 人是他生的 蚂蚁是他生的 蚊子也是他生的 这就是道生的 所以我们没有迷信的成分 说一个神创造了 你必须听这个神的话 不是 是道生 道生德 这个道生那个人 人的这个躯壳里面充满了德 德是一种能量 是透明的能量 这好比是道是一个气球 然后天充气球里的是那个氢气 天充人体的是德能 天充 蛮一身的是德能 天充 猪身的是德能 天充 天人身的是德能 天人身大 所以他就 德就大 他要大量的德能去充这个大身 蛮一身小 他里面充天的德能就小 所以你的六道身是什么换来的 记住 Energy 在中文里面叫德能 是一种透明的明体能量 这个要搞清楚了 这种透明的明体能量叫光 这个世界科学家 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光不占空间 是空的 光是有透亮的 所以是明的 德能是无量光 道是给了你这个无量光 具体无量光的一个场 叫道灵 道灵是个场 然后这个德要装在一个六合里面 我们住的房子有天花板 地板四面墙 家里有气场 气场起来以后是个圆形的 就叫场 家里的气场 我们经常说这个风水 风水 风水就是家里的气场 搞白了就是这个 气场好还是不好 家里都是垃圾 你家里的气场怎么好 告诉我 家里收拾的都是干干净净的 充满了这个风生水起的生气 那你的气场能坏到哪去 你告诉我 不非是一个六合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有个叫磁场 磁场就是一块磁铁石 磁铁石 有这块磁铁石 以这个磁铁石为中心 三百六十度一个球 就形成了磁场 对不对 对 你身体里面有一个装德能的六合 叫内方外远 你这个六合装了多少德能 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身 蚂蚁装的德能少 它只能得个蚂蚁身 天人里面装的德能大 能量足 人家成了个天人身 不然冲不起气来 它是个塌了皮子的天人身 你人充满着什么样的能量 是不同的量级的 有大人有小人物 有富豪有贫贱的人 贫贱的人里面装的能量 量级不够 质量不纯 阴不阳 大人是纯阳 说是人家德行昭昭 不施 摘僧 建塔寺 建佛庙 这是大人干的事 对不对 小人他不干这个事 所以他的量级就不够 同样是个人 又因道德的能量的差异 形成了人命运的不同 所以那么这种道德能量 再演化出去 就形成了人意理智性 五种德行 也是德能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是善人 别人都尊敬你 因为你有德行 所以大家都尊重你 你没有德行 大家都瞧不起你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靠谁 靠自己 干什么事呢 积累德能 德能有天德 有地德 有众生之德能 万物要赐予你 要给予你 你不能去抢取豪夺 你把天的抢来 你把地的抢来 你把众生的命都拿去了 你把他的肉吃了来抢来 这不行的 这叫缺德的 你要天人欣赏你 给你 大地的众生欣赏你 给你 众生欣赏你 给你 所以释迦牟尼告诉说 不是我们帮众生成佛 实在是众生帮我们成的佛 叫收拾了灵光圆满才成的佛 也就是你在若干生死轮回中 你欠众生多少 因此生你大行德行 叫得横 得横圆满 众生感恩 你放在众生欠的债 人家都还给你了 不要了 不要债了 不要债你就不欠债 你就灵光圆满 你就成佛了 众生怨恨你 把那个债收着 早晚有一天我来要讨 你的灵光怎么圆满 你怎么成佛 是大德 必得起受 大德 必得起禄 大德 必得起名 你的俘虏受洗 都是一个德能 所以以我们一个小小的人 如何聚 聚己天之德能 如何聚地之德能 如何在六道众生收拾自己因累事欠下众生的债而丢失的德能呢 是不是 这个做不到 做不到你要修什么 修神时身 你要通过自信起义 使原觉 本觉 得到了这个身体 叫金刚不坏之爆身 使此肉身成了金刚不坏之爆身 金刚不坏之爆身 调动你体内的诸神 这诸神我讲了太多了 大家都学这个黄庭内景经吧 五脏神啦 眼耳鼻石身神啦 上中下三丹田神啦 有先天神啦 后天陪练元神 玉神圣神啦 这上一堂课都给你们交代了 对不对 你把这些诸神的力量 在自己的原觉不昧 这个菩提心里面调动了诸神的力量 他自然可以收拾天的东西 色界天 无色界天 玉神帮你收拾色界天 这个圣神帮你收拾 这个无色界天 元神帮你收拾玉界天 和六道下面的修罗道 畜生道 人道 地狱道 众生 你在那个世界丢失的能量 这个法名叫孙悟空吧 所以你们看过西游记 就知道他能通天达地的 这就是修行的捷径 就是你此生你是人在修 光凭一个仁义在修 还是神修 还是神修 你神修你就可以利用此生 在众神的帮助下 快速地把自己丢失的德能 聚回来 收拾回来 圆满天充这个道的壳 圆满天充自己的人身 做的磨具的壳 你肉身成佛了 所以古代叫炼金术 那么现在大家要明白 这个人怎么能修行 就是人要炼无我 人要炼空性明体 使自己那个圆觉的如来出来 主持这场修行 如来调动体内的万神潮里 都听他的话 因为万神的母亲是如来 都是他造化出来 母亲发话了 然后孩子众神都是他的孩子 怎么能不听话 在这种前提下 不是心献万法 是心造万法 掌声一下 你再造乾坤 再造性命 再造自己成为原本的金刚如来 大家把这个搞懂了 后面我们讲神就很容易讲了 讲神就很容易讲 刚才我讲到毛山师父还在等我呢 那个故事还没讲 所以我跟我师父说 师父我要上毛山 我觉得是毛山真人在召唤我 因为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那个神特别灵 我每次想我师父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我师父在想我 熊教授 那个时候电话也不方便 电话也不方便 就是不像现在什么手机啊 什么软件啊 什么 那个时候internet还没有来呢 对不对 九几年 一九九几年 那没有internet 没有互联网 打个电话一来 刚刚有什么免提电话 还这么大个 一个两万多人币 相当现在两百万一个 谁买的钱 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发个电报啦 写封信啦 这个样子 但是每次就是 我一想到师父 这个师父就知道 有一次我想着问他什么问题 这个又没办法打电话 结果他把电话打过来 他说你干什么弄得我心烦 我说啊 师父 我这么老远 我怎么弄得你心烦 那你问什么问题就问嘛 我说你又不在身边 你就问了 你神问吗 你神问我神答 你这以后不要这么烦 叫千里传音好不好 大家知道我现在你们中间很多是受益人 我在新加坡帮你们调了风水 帮你们调了病 帮你们解决了很多降头的问题 我有没有到你身边去啊 我有没有到你家去啊 都没有 已经两年了 不让去 但是事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 那张老师到你家去了没有 去了 不去怎么解决问题 他人没来 什么来了 神来了 掌声一下 我们远在美国 远在什么 这个加拿大 远在欧洲 所有的这些都是见证者 这就是我的师父的厉害 他就是上去就教我神传 神传神 他的神教我的神 后来我有什么问题 我不给师父打电话 我就问自己 这是个什么事啊 等一会儿 啪 答案就来了 谁告诉你 你的神去找师父的神了 师父的神告诉你的神了 神速太快了 大概就是十秒钟就完事了 你就得到答案了 神修 是我们修炼人 今生能成就的关键之修 他是在真神 你的真心真意 还不能出来的时候 这个对付仁义的最好的工具 解心使神 装子的这个技术方法 实际上我都教给你们了 就是元神培炼法 一定要把自己的神培出来 这是借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能量 和自己的阴神 阳神的精华 和自己的那个真神的 真心真意的 那个真性的 金刚的东西 不坏的 合成一个 用自己的心肝脾肾肺 五脏气 气化出来的一个神 叫男儿怀胎 十月笑杀人 男的自己怀孕 女的你也不用找个男的 也可以自己怀孕 这个叫培炼元神法 他就可以出体 去在欲界天之下 来帮助你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修行是重在神修 人就是要坚定自己此生 要出六道 要成功 这是人的决心 叫志向 不要退 然后赶紧寻明师 修神修法 修神修法 神修修出来了 在神修的帮助下 觉醒自己的原觉 帮助他出来 他出来 他叫圣鹰 这个原觉成就的身 叫圣鹰 就是你的肉身 可以成圣的种子 他一定会 圣鹰一出来 这一生你的肉身 就是只要你不屑地去 用技术方法 要对的技术方法 此生肉身一定成圣的 叫肉身菩萨 带肉的菩萨 活在人间的菩萨 师父好像没听说过 你们听过活神仙吧 对 活神仙就是活菩萨 他活着他是神仙 他有神 神再高的层次是仙 所以大家要知道 活神仙活菩萨 是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个文明的精华 这是知识的最高产权 就是教给你怎么活着成菩萨 肉身菩萨 教你活着怎么成神仙 活神仙 释迦牟尼带徒弟的时候 那么多阿罗汉是不是活神仙 活着的阿罗汉 那么多的菩萨 是不是释迦牟尼活着 他还活着成的活菩萨 魏摩吉吉 是不是死后成菩萨的 文书普贤不是死后成菩萨的 释迦牟尼教学的方法就这么牛 就这么厉害 就是你还是个人就成了 你还是个人就成了阿罗汉 不死的阿罗汉 掌声一下 记住 老师要你的掌声是提醒你 记住这是重点 这就是你们今生修炼的重点 要找师父神修 神修 而不是这么瞎胡闹的修 你再这么瞎胡闹 三千个大阿罗汉奇节 你也不可能成佛 因为你在煮沙成饭 你一锅沙当成大米 拼命的meditation 拼命的下功夫 最后下来下去 你煮出来的是一锅热沙 你用的本不对了 我们要用什么去成佛 用你原本的如来性光去成佛 你要找到他 叫明心见性的功夫 真明心见性 一定要修神修 这不是我教的 这是释迦牟尼教的 实际很多佛经你们看不懂 都在讲这个事 有人说不讲这个事 那佛法里的神识是怎么回事 佛法里面讲的魂神是怎么回事 所以是地藏经里内室的地藏菩萨 在魂神去的地狱 无毒鬼王给他讲 他母亲去了哪 是不是 魂神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要以为只是念念佛 就是佛法 这个不能说不是佛法 它是叫方便佛法 就是你没办法静些 暂时让你静一下心 念一句佛号 你脑子里不会想别的事情 这一念清静了 你能念念清静 念念念得住自己那个佛性 无量光 清静发身 然后明体 空性明体 念念以使用这个空性明体 可以 这就是念念是佛 终究可以成佛 但是有几个念得住啊 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想着下午股票会不会涨 明天有什么好事会来找我 彩票开什么号码 你念不住嘛 但是如果你神修的话 不一样 就是你人在弧度 你有一个生了的孩子 你生了的孩子替你在外面修 这个叫神修人 不是人恋神 人是没有他聪明 你不能恋 这个问题搞懂了 就还是看看茅山师父教了我什么 所以我这个要上茅山 就问师父说 我要是三毛真君教我 刚才说将头术我要不要学 叫茅山法术 师父说那学呀 我说那个玩儿好像现在名声不太好 这是茅山给人下降的嘛 师父说那是江湖后来走偏了 他出了个弟子 他后来这个弟子走偏了 为了钱财为了金钱 他用茅山术去控制人了 不管因果 只是人家给钱 我就帮他下降 叫酱头术 后来我到你们这儿来 不仅是茅山师父会下降 你们这儿还有很多马来酱 还有什么泰国酱 还有印尼酱 不同的酱头 当时师父说 你要去学 你就真学 学了以后干什么呢 就帮人解降 你将来 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国内 修学 还没出来 师父说你将来会去南洋 他观我的未来 他说你去南洋 那个叫 你们这个叫马来亚 还不叫马来西亚 马来亚是整个这个泰国 南部下来的这个半岛 全部古语叫马来亚 他跟我说的时候 你要去马来亚 说那个时候 你在南洋那个地方 很多人会被下降头 你要帮人家 果真是这样的 后来我到了茅山 就拜茅山三军 这个三真人 是引太世界的师父 现身传我茅山书 一张张的讲 这个五马分尸将 是怎么下的将 然后怎么解这个将 它怎么发挥作用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将头术 都不是人在做的事 是人通过念咒语 用法术招到低级的鬼神在做事 听明白了吗 你不要以为那个福多么厉害 那个字都不是 他是用那个咒语 用那个福来控制那个鬼和那个神 或者部分低级的仙家 一个黄鼠狼精 一个老鼠精 来做这些事 来做这些事 所以是 典型的就是人被控制了 身不由己 你像我解了一个五马分尸将 当时是这个女孩 她生孩子 生完孩子 生孩子捡好好的 生完孩子四肢不能动 然后我一查五马分尸将 我就问她 是怎么回事 她一个叔叔 是修这个茅山书的 修茅山书 他必须整个房子 弄成黑漆漆的 家里要遮着帘子 要用鬼 鬼怕光吧 但是这房子是他奶奶的房子 这个女孩的奶奶的房子 奶奶就特别讨厌 这个叔叔干这个事 所以他死前 他立了一个遗嘱 这个房子不给他大儿子 也不给这个小儿子 给了他这个孙女 没有孙子 有孙女 这个给了这个孙女以后 奶奶去世以后 这个孙女去要房子 叔叔就不给 不给吧 这个孙女就把叔叔告上法庭 法庭就判决给 他就几次下降 给他这个孙女 给他这个 这个属于这个侄女吧 下降头 都没成功 因为他那个时候才二十五六岁 血气方刚 结果这一生孩子 这个就像一个气球 洒了气了 别了 没气 气血两衰 说哎 降都成功了 我马分是假 用他的这个 生产八字 做的降 怎么个降呢 就是用五个小鬼 车着五根绳子 车着五根绳子 把他往五个方向一拉 那不是胳膊也掉了 腿也掉了 眼睛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场性上 这是胳膊也分离了 腿也分离了 对不对 那他就起不来了 整个就瘫痪了 看遍明义 中义 西义 都治不好 我说这个很简单 既然是他这个不仁义 我就收了这五个鬼 把他给超度了 然后把这个酱给剪了 拿剪刀 咔咔咔 把线都剪了 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他是用五根线绳扯着的 五马分尸 然后剪了 剪了以后 把他场性一合 扎了几根针灸 在他身上 喉咙 下午就好了 掌声一下 所以是 你不要以为 那个酱头是怎么来的 有可怕 你不要可怕 没什么可怕 有的人就说 师父我又没那个本事 我怎么办 对吧 我家人被下了酱怎么办 有的人 这个一到两点 下午两点三点 就不停地在家里 跳 跳 人家实体在那 被人家收买了以后 给你下着什么 这个鬼跳针 鬼跳针的架 就是扎你左脚 左脚跳 扎你右脚 右脚跳 扎你摇来摇腾腾 这个不要学啊 他扎的时候 他是找鬼到他那个地方去 真的 不是全息 是真的鬼在那弄着他疼的 你被人打一拳疼不疼 对 你被鬼打了 你疼不疼 有人说不疼 我说八道 莫名其妙的腰突然不能动他了 肯定是被鬼打 但是不是人家下的酱头 未必 为什么 你无始劫来得罪的人的多少援金债主啊 人家都躲在你的基因中 随时要找你算账呢 怎么就一定是别人下了酱 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倒霉腰闪了 什么老支支不好 是不是谁下降 我一看我说不是下降 这是冤情债主找来了 冤情债主找来怎么办 人家你过去生欠的债 现在人家找你讨债 要不要还 还债呗 怎么还 烧金纸啊 对不对 超度啊 把人家给超度 那个怨气放了你 他就不在 不在眼睛看不到世界打你了 那你就不会再腰疼了 你愿意我跟这个鬼打打交道 送他走 超度他 给他光 超度他 他不再来讨债了 你答应的条件你去做 你去烧金纸银纸 你去参加法会 你去地藏殿立牌位 立超度牌 对吧 安置这些冤情债主 就好用了 那就好用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人生的不顺 身体健康 莫名其妙出的问题 是不是都是人家下降 百分之九是不是下降 因为真正找到一个好降头师 也没那么容易 下降一定准的 没那么容易 大部分人看了几本书学 学呢他根本就不懂鬼 他连鬼都不会用 鬼也不会听他的 我们是可以调兵潜将 眼睛看不到的神鬼事业 因为我们有令旗 像是我是警察局长 我调警察是不是很容易 你有没有那个令旗啊 你没有那个令旗啊 你没有那个令旗 你没被封神 你的神没被封神 你有什么本灵调兵潜将啊 所以是真正一个政修 你能够己功累得 你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你也要能够调兵潜将 但是我们调的不是阴鬼阴神 你们这个看到城隍殿供的五路军马这些 这是阴鬼阴神 城隍身边有五千兵马 我当时是在这个德国 我就调用过 五千兵马跟他借兵 因为去了那里 我们的那个时候师兄弟都去不了 只有我跟师父去了 那要办一件大的事 师父说你去城隍他借兵吧 我说师父咋借 师父说我让你去 就已经给你令旗令旗了 你去他肯定能借来 那我就懂就咪等一会吧 叫婴儿免 然后以上座帮登 自己的人意要停止 人意要停止 神意就起来 就去了 要去请五千阴兵来住镇 帮师父把那个事情办 所以很多东西 大家说是神话故事 不是 真的不是 为什么没人教这个东西 以前法脉没有谱传 没有大开 就是逼着大家都受了那些跳筒的 一些良心不真的人的骗 前两天也是你们马来西亚的一个通道 我不知道今天来了没有 这个他和他女儿被一个师父控制了 控制了好几年 基本上把家里的东西都就 都就败光了 都被这个师父控制了 是南传的小称佛教 号称是有神通的人 大家知道有神通的不一定是正法 这个在五眼六通宫里面 鬼都有神通 人死了以后 威鬼都有神祖通的 对不对 你家祖先 比方说 我是新移民在新加坡 我祖先是在山东的 中国 老家在山东的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万幸祠堂 我供奉祖先给他苹果 给他茶水 给他点心吃 我的祖先 我要不要派架飞机 给他拉来啊 不需要的 量子纠缠 你身上有他的基因 他身上有你的基因 你的念性一到 你们知道量子纠缠的速度 是瞬间到达 瞬间到达 他瞬间受用 就是连死去的人鬼 动物鬼都有神通 不能以神通 就说这个是高人 这是正法 他们不要这样去认为 那这个我们叫神棍 有的是真神棍 因为他真有神通 但是他的神通 大部分都是借动物仙家 我们称为的仙家 功夫界记住 所谓的仙家 都不是人修成的神仙 人修成的神仙 叫大罗金仙 不叫仙家 我们功夫界称为的仙家 都是指的动物道修炼的 这些有一定量级 有神通能量的 这些精灵 成为仙家 你们不要说 这个仙家怎么样 仙家帮你 仙家怎么样 这基本上都是动物精灵 在做事的 我们人帮你的时候 从来不说我是仙家 从来不说我是神仙 不能讲 那就是人来帮你就好 我给你念念这 我给你弄瓶水喝 你把这个喝了 喝了病好了就完事了 从来不能说我是仙家 仙家您不允许他帮人允许 但是他必须自报名号 你比方在新加坡 雅龙就有一个狐仙庙 人家直接这个庙牌子上就挂的狐仙庙 雷也不打他 神也不能干预他 为什么 他就帮人解释的 人家就是个狐仙 就下到凡间来挤功雷得的 所以是那么我去还要恭敬恭敬 虽然我们是修正法 那也要恭敬 为什么 人家自报家门就是仙家 就是狐仙 就是狐仙你干嘛去伤人家 那你愿意找狐仙帮忙 OK啊 但是我们管的是那些假冒伪劣的 什么叫假冒伪劣的 就是他冒充观音 冒充挪扎三代子 冒充善财 冒充齐天大圣 这个冒充这个不行 我今天到一个地方去给人分钱去了 这个布施嘛 对吧 就贫啊 就分钱去了 这是一个好事啊 大家都感恩戴德 但是我分完钱告诉大家 大家认识认识我 我是李显龙啊 你说我会不会被警察抓 对不对 那你分钱 你就说你是张卜生来分钱 这多好真真实实的 你为什么冒充这个 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总理啊 那你这不是冒名顶替吗 那警察立马就把你抓走了 所以是 人间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法界同样是这个规矩 你是狐狸精 你是任何的精怪 比方说我们叫黑庙 黑庙这个叫三山九猴馆 就是三山九猴是一个 它本体是个猴子成道的一个师父 但是他被封三山九猴是玉皇大帝封的 不是他自封的 也就是他修道有成 为什么 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皆堪成佛啊 人家怎么动物就不可能修成佛了 龙女现诸 人家是龙 龙的身体也成佛了呢 对不对 龙女现诸立马成佛 释迦牟尼在本圣经中也讲到他做过鹿 做过孔雀 做过猴子 很多事也是动物吧 不是动物不能修 是允许修 所以我们看孔雀明王经所说的 这个大王 那个大王 那个大王 实际上都是翻译成中文 叫猴子大王 蛇大王 凤凰大王 孔雀大王什么都是动物精灵 他也护持我们人类 护持正法 但是人家从来不假冒伪劣啊 没有冒名顶替啊 所以你冒名顶替 一定是要法律制裁的 在这个眼睛看不到的神界 同样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这个 接触的症和邪怎么去区别 告诉大家口诀记住 正法 只有一门是正法 其他都是 不佛外道 不道外道 不耶稣外道 不圣者外道 正门正法是什么 正门正法 无论是这些 创造这些法的 比方佛法是释迦牟尼创立的 这个基督是耶稣创立的 道是老子创立的 那么无论是这些人 还是他后世 真正的传人 记住这个真正的传人 他只教给你一件事 教你本本还原 做回本来的自己 当你成为本来的自己的时候 宇宙是你的 天底下所有的东西是你的 因为你是如来 你是如来藏 你修成自己的肉身 成报身佛 还原自己的本来 清静化身佛 还原 还原你本来就是 然后 为积累功德 化成无量化身佛 就这一个正法 其他人说 你来拜我这个师父吧 你给我钱吧 然后我保佑你 我下地狱 你上天堂 你因为信了我 所以你就得救了 这都是邪魅外道 这就是依人不依法 你依了那个人 无论这个法师名头多大 你依了这个人 而丢失了自己是佛 这个本来就是邪魅外道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掌声一下 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 释迦牟尼的佛法 本来就是去中心化 不是张卜生是中心 是张卜生交给你做中心 你做中心的时候 你又不是个中心 这就是去中心化 你为什么不是中心 因为你是如来 近虚空变法界 你不是个东西 哪有什么中心 当你不是中心的时候 你可以处处开花 处处现 什么意思 我今天我要做一道菜 我把这个菜做得很美 全家人吃得很嗨很愉悦 这就是中心 做菜是你的中心 你回到公司你是个会计 老板因为急着要这个会计这个账 你用五分钟把会计账弄得明明白白了 这是中心 这就是活在当下 你是一个母亲 孩子饿了 拿起奶瓶 喂孩子的奶 这是中心 所以去中心化以后 你会发现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的已经都发生 过去掉了 愣掉 因为不能有一个执着 执着就缠在那个地方 未来明天在股票上 都没有来 不知道 明天是不是还有更严重的病毒 不知道 当下就是 政府允许跨出国门 政府允许你不再居家了 这是中心 这是中心就赶紧去做 你很想做的事 我现在因为去中心 我不怕明天有什么更坏的病毒 让我回不去新加坡 回不去新加坡更好 因为我想你们太久了 就跟你们多带一点 这中心化 不是说 万一我回不去国怎么办 这是没有 老天安排你的事 每一件事都是中心 围绕着这个中心 围绕着这个事情 活在当下 干掉 解决它 这是正法 记住了 不是说 这个围着老师转 失去了自己 那就错了 那是写法 说是不要依人 要依法 法是空性明体的发生件 没有一个执着 没有一个贪爱 没有一个称恨 我今天想这样赚一百万没赚到 那你称恨了 就有忠心了 你可以称恨七天 称恨七年 称恨一辈子两辈子 你一不放掉 就有执着了 就有忠心 想赚 万法 因缘生 还从因缘命 因缘不具足 没赚到 放掉 是不是 何必呢 何必对自己对不起呢 老是执着那件事呢 记住 我们借用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名词 就特形象地告诉你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写法 所以你们中间很多人被骗 我一直这个师父 这个师父能帮我消业 这个师父能让我成佛 你这个就有忠心了 你被他迷了 就产生了迷信 迷信一个人是迷信 迷信一个团体是迷信 因为迷信使去了你真正 你自己是佛的本来面目 听明白了吗 掌声一下 所以是不能再做迷信的事情 我们要生起正信 正信就是我是那个如来 我要找个师父教我怎么见到自己的如来 然后怎么自己成如来 自己去成就 这就是很重要 你这就不被骗 所以今天呢 你们在这个末法时期 你遇到的一百个师父里面 九十九点九个都是写帮外道 他让你 这个依附他 把你的金钱交给他 把你的性命交给他 然后他就帮你成佛了 他就送你去极乐世界了 这都是外门写道 一言一笔之 只有自己正果 自己成佛 这是一门正法 因为你原本是佛 你还原自己本来面目 他就是那个霸神如来 当下就是 安置霸神如来 你安置多久 你就是多久的佛 这不是我说 释迦牟尼说的是 一念谜 一念众生 一念觉怎么样 一念佛 再掌声一下 记住 念念觉 念念佛 你们做过佛 没有做过 只是一念佛 念个阿弥陀佛 阿无量光 好 这一念佛 下来说 待会儿吃什么 那就不是佛 那就又是众生 人家念念不断 除了念佛 三昧了 二十四小时 都念住佛 不但都在 空明的佛性里面 那万德 空明里面 那他今天 做了一天的佛 那这不是种 什么 那就是活菩萨 对不对 做了一天的 活着的菩萨 那不是活菩萨吗 做了一天的活佛 那不是 活着的佛 所以正邪之班 没有一个办法去分辨 只用这个方法去分辨 你去问那个师父 是教你成佛 还是他替你成佛 所以是跟人学 不是跟这个人学 是跟他学 释迦牟尼的东西 因为我们佛教徒 是本师释迦牟尼的徒弟 你不是张补生的徒弟 张补生跟文殊菩萨 都是你的大师兄 文殊菩萨是不是很厉害 不是 文殊菩萨是在座的 各位学佛的大师兄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因为他的师父也叫释迦牟尼 我掌声一下 你搞迷信 你把信这个菩萨 信那个菩萨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徒弟 你世人行邪道了 在释迦牟尼之后 弥勒佛还没成呢 现在还叫弥勒菩萨呢 说弥勒法 未来人间之前 现在依然是释迦牟尼本师法 释迦牟尼本师法 你就是释迦牟尼的徒弟 记住 你不是某个法师的徒弟 你一定要破这个 破这个邪知邪见 那这些师父要不要恭敬 要恭敬 人家是大师兄 像文书普贤 人家都成道的大师兄 那是我们的凯末 当然教育生老师 或者教育生master 那也没什么 但是你不是跟他学他的法 你是跟他学释迦牟尼的法 记住这一点 你跟张博生 不是学张博生的东西 是张博生传的佛法 是释迦牟尼的法 张博生可以是大师兄 你尊称一个老师 尊称一个master OK 但是不能完全听张博生 他有做人的时候 也有做菩萨的时候 讲得对我就听 讲得不对我也不听 这就是正法 不能搞人的迷线 法脉的迷线 这个我们说平台的迷线 或者叫山头的迷线 把这个打破 你就不太容易被邪神所控制 我们怎么要讲这一点 现在末法时期 这个你们不学佛还好 我很容易把你们度化了 你们这个学佛的人是刚强难化 自以为自己跟了某个法师 就了不得了 那个法师人多 那个山头大 所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看你中毒多深 所以必须破这一点 听明白了吗 记住掌声一下 好吧 这个 要想不被洁神所挠 自己和家人都不说 正信很重要 记住 圣贤教育 是去中心化的教育 掌声一下 咱们用个现代名词 不是你要依附于人 成为他的奴隶 这个是错误的学习 刚才说下降头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他这个就是神鬼 利用神鬼 所以我当时去这个茅山 拜见三君 这个三位真人的时候 后来我下山的时候 因为我是神 神跟神的交往 那么你们经常听到一个成语 叫神往 这个已久 就是咱俩已经神交已久 是吧 这个神交就是没见过面 咱俩已经交往了 这叫神交已久 所以我们在功夫节 当你们能够自经其义的时候 有一种叫法叫不言之叫 就是没有声音传来的 是心音的震荡 心心的相应 这种没有语言的教育才最厉害 就是你在自经其义的时候 师父们 成道的师父们 他都有不死的 就是漠然无魂 是他的神识完全干净了 还原到没有污染 这就是师父们得道了 成道了 这些得道成道的人 他教你 他不用言语 他就可以通过心音 来传递东西给你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在梦里 也会跟这种师父交往 这是真的 但是梦里所学 一定要找一个日月明的师父 问一下 印证一下 因为也有邪魔怪道 来假冒师父传你东西 装观音 装菩萨 装神仙 那传你的是邪法 邪术 你上当了 就很可惜了 所以是有个日月明的肉身师父 是很关键的 有一群大家志同道合的同修道吕 是很关键的 就是你走邪了 你走迷登了 那同餐道吕可以指点你 提醒你 刚才说吃大蒜的一个 又想喝酒 又想抽烟 又想去做坏事 同修道吕一提醒 他明白这是吃大蒜 师父不让吃大蒜 吃了大蒜搞成这个样子 等着这个蒜劲过了 就没有了 他就不去干坏事了 同餐道吕 我们修行有四字诀 叫法 有个日月明白的师父 这不是出明的明 叫日跟月 这个叫明师 这个明 明白的师父 那么传你 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法 是圣贤的法 这个很重要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叫法 你有了 那个财 就是真修道人 因为你已经调动了神识 而不是自己的人意 你说那个神 你的神识出来了 你会不会认识财神爷 会呀 他也是个神 你们俩都是神 神跟神能不能打打交道 能不能搞点商量 你有神的人 你再穷 那就不可理喻了 为什么 你没有好好去拜访 财神爷 掌声一下 所以你懂得神修 他就是这么巧妙的 你就是 你家里人有病 你这个找的医生都不好用 找张卜生老不接电话 你真有神的人 能不能去找华陀啊 能不能找医圣孙中景啊 这都没死的 都是医圣嘛 都成圣了的呀 那你有神 你去他那讨个方子 对不对 讨个方子 完了以后自己不知道是什么 拿个白纸 拿个白纸 自己出神 拿着白纸去请张中景给你开个方子 孙思廟给你开个方子 这个叫天一环 他们在那个时空点里面 专门帮众生的 找华陀给你开个方子 你不知道是什么方子 很简单 就是你把这个方子烧了 放在水里 让病人喝了 掌声一下 一有神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们为什么每次火供 按这个太恐怖了 大概我们每次火供 要烧一万新币的药 就是那个忠诚药 这个药片 药粉 胶囊 折称你们是三万多马币吧 每次法会我们都烧 很多人说 这个败家子 一万多个新币的药 就这么烧了 但是很奇怪就是 只要供药的人 现在都不生病了 那为什么不生病了 那把那个四百多种药都烧了 烧了以后 你有神的人会不会去空间去找那个神药啊 因为都烧了 它就属于神用药 神拿到了那个 有形的药是人要吃掉的 无形的药神拿了 就神吃掉 人就好了 人有病 基本上叫精神病 懂不懂 有人笑 是气精神病啊 不是 人身有三宝 精气神 精不足了 精力不够 萎靡不振 是不是一种病 气不足了 有其无力 想做事情 懒懒塌塌不做 是不是一种病 神不足了 人家一看你就是没精神那个人 这个神皮皮踏踏的人 一看你就是精神不足的人 是不是神有病了 我叫的精神病就是这种病 就是精气神生病了 精气神生病了 从哪能治呢 肉体 吃 喝 各种药 开刀 动手术 都不能去干 因为大部分是你的精气神里的神出的问题 他生病了 比方说我们经常在法界里护法 以前跟师父在身边给师父护法 突然这个左肩脚 哎呀 疼 这师父在讲课 我在护法 这左肩 这疼得 受不了了 然后师父讲完课了 熊老师啊 熊教授 然后我就说师父追追的疼着怎么回事 师父手 然后吹口气 啪啪一拔 我这一看那个时候也没功夫 也看不出什么东西 师父说你中鬼剑了 中鬼剑了 神受伤 人一定会受伤 这个我们经常开法会 开法会的头几天 一会儿我这个膝盖不行了 疼得不得 然后画个太极球 念念 孔雀冥王心中 啪一抓 好了 不用吃药 一会儿 哎呀 腰又不行了 赶紧又画个太极球 后腰一拉 吹一口气 去地藏殿等着操作 好了 这是神 他在神呢 你老不听话 他老找你操度 你忙着做生意 他就给你一锤 踢你一脚 听明白了 就在神身上 你神就受病了 你赶紧用 不要去找医生 也不用吃药 花个太极球 念念咒 答应人家超度 人家立马就走了 就不在那弄着你疼 所以大家知道神修的奥妙就在这里 普通人当成病了 去看医生了 又动手术 又换这个板 又换那个 又搞脊椎骨 你受伤 本来是没事 结果让他一顿手术 你还不受伤 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 这个 从这个 我们讲的以上的这个 大家要有个概念 你的事业不顺 是神不顺 人家讨债的态度了 就像你人家里 这个大耳聋来破戚了 要是什么邻居也看不起你了 你这个家人也害怕了 是不是 就浑身不宁了 对不对 你的神被人破戚了呢 神被人讨债了呢 是不是也是不顺呢 对不对 你是没有这个大耳聋到你这个家里 现在住的家里讨债 但是你这个肉壳身这个房子里面住的神是主人 主人被大耳聋来讨债了呢 不是跟你肉体讨债了呢 去这样理解 自己事业的不顺 健康的不顺 家庭的不顺 各种都叫业障病 你非得从轻阴消夜上去下功夫 否则的话 就是自己只能用肉体来被动的承受这些业债 那并且你用什么药都治不好这个病 如果懂得了神修的人不要而治 喝瓶水就解决了 不需要一定是去吃那个中药 去吃那个西药 所以从这儿去领悟一下 这个降头 这个你不懂降头 像师父是懂降头 这个怎么下降头 又懂得怎么解降 我当时从这个毛山要下山的时候 然后师父 这个三毛真君给了我一个白蜡 或者就是一个蜡条子做的一个拐杖 这个当然是无形的拐杖 那你们将来要修成元神的人 你们后面都有一个白宝囊 这个白宝囊就是像布袋和善一样背的一个大袋子 可以装乾坤 可以装所有的东西装进去 所以这就是有师父明师带你修的和你没有明师瞎修的人 它是不同 所以我们那个棍大概就是到我肩这么长的一个棍 白棍 这个木头做的 我这想我见耶稣的时候 人家给我是一个白宝箱的十字架 还给了我一个拳杖是黄金做的 这怎么上毛山来师父给了一个木头棍 这太不值钱了 但是心里这么想也不敢吭气啊 这是仁义 懂不懂 这是人的贪 你看到了 把它翻译出来了 但人又动了人的面 对懂吗 经常会犯这种错误 在你们前期神修经常会犯这种错误 因为仁义跟神义之间 它有翻译的不准确 你是人这样想 那神不是那样理解的 仁义这样去理解了而已 可是那么最后把这个拐棍 我就回去武汉我师父熊教授的道场去 要交差嘛 我去了一些山 我都要回去一下道场 然后我说师父 这个真搞怪 这个三毛真君别的不送 送了个白蜡条子给我 一个白拐棍给我 他说你献给我看 这是为什么师父他就是得道的人 他从这个刚才说从圆觉 从真觉上面 他是一个镜子 你这也是镜子 所以你无我无人意的时候 你一念 一念头把自己当时揭拐账的这一个念 一提起师父就看见了 你赶紧给我扣头 你个小子贪心不左 还整天想要黄金账 这是人三毛真君的权杖 他说你拿着这个权杖 你要去南洋 因为师父能知道你的未来 要去做什么 你要去南洋弘法 南洋这个地方又是印尼将 又是泰国将 又是马来将 那不只是有这个茅山将 茅山树 只要你这个白蜡条子这个拐杖一亮出来 无论什么将 这是祖师爷的权柄杖 是不是 那你就 也不用采取任何的解将 他们自己就把降结了 掌声一下 所以你们要知道 这个不是那个东西 是它的一个代表性重要 那个是权杖 这是我讲我当年怎么神修的这个过程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解将 当然我不在 你们有时候找不着我 就给中心的工作人员发个信息 如果严重的 我肯定是要跟你 是去面见你 查这个根源 断它的源头 一般小来小去的 你可能是真被降了 发消息到中心了 我人不知神知 听明白了吗 掌声一下 立马就解了 你只要把信息传 连通到这个源头来 立马就会自动解 这是不用担心的一件事 但是解不了的 你肯定会很烦心 还会找中心的工作人员 反复找 我肯定要出手出面 通过视讯 即便不能再来 视讯也能跟你讲 通过视频都能讲 解这个讲 我这个通过这个 在疫情这两年里面 帮人解将 那差不多也有两三百人 都没去过 都没有到他家里去 那么另外呢 就是要重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别将不要乱找人 这个深圳的这些跳筒的 或者你们所谓的这些 你只要看他人本身 黑骨流拉的这种人 就是不是亮亮的 这种人都要防范 前两天你们马来西亚这个 他找的师父 我说这个是邪的 他不信 他为什么不信 他说红红的根本就不是黑的 我说红红的那是高血压 他说他是有高血压 你不要说师父是说黑的 你就看他红的就不是 这个真正修道内诚的师父是 脸色是白里头红 它是晶莹透亮的明光里 透着血色 叫白里头红 他不是红的发紫发黑 那一定是高血压 掌声一下 这教你一段 不要说看这个红脸的就不是邪灵 不是 所以是大神被他念注 被他什么弄得身心疲惫 然后整个精神萎靡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正邪你不能区别 你最好让师父帮你去 但是不要乱去找 他之前也有个什么事 那个人说能帮他 他才去找这一下上当好几年 没有一个人告诉你我是假的 都说自己是真的 都说自己是正法的 谁会告诉你假的 往往是以佛教的名义 以这个道教的名义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前两天 这个澳大利亚来了一个信息 这是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然后交了个男朋友 结果是男朋友上他家门来 他就完蛋了 这个两年前的男朋友 这两年没见面 他觉得还跟之前一样 这次一见面整个丢魂蜡 然后人精神萎靡了 他就是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东说西说 我说你最近见了个不该见的人 他说 你说我想起来了 我见了谁谁谁两年前他挺好 我这次见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说两年前他没被附体 现在被附体了 所以你们看是个人 但是人的区块里面 是什么东西你们看不出来 这个现在在基督教一派里面 有什么什么各种教派 他这个都是打着基督的名义传 所以他们就是把人 这个用这个天魔附体 吸人的精气 助长人的贪欲 所以我一跟他说破了 那么这个就把 后来把他那个男朋友身上的附体收走了 但是也不让他再交往了 因为那个人被付两年 已经是阴体了 整个体内都是黑气了 你又不认识他 又不能帮他调理 所以就不让他再见面了 所以很多东西你们看似人 还有呢 刚才讲 为什么不让你乱找师傅姐姐 台湾我一个同学是徒弟 他的女儿有一次上学 那个是16岁好像 读中学 走在石子路口 突然觉得不对劲 又呕吐 觉得有个人从他身体穿过了 一个影子从身体穿过 他就给他妈打电话说 妈我不对了 又想 又走不动路了 他母亲还懂点 那个时候也是跟我学 然后 但是不是学得那么好 现在进步不小 然后 就也不懂 不懂就赶紧去 这个 他楼下有一个庙 庙里有师傅 道教庙 挺好使的 一弄法 一积了钢劳弄一通 然后女儿就好了 好了 女儿就回家了 回家正常上学 有一天晚上 突然看见五个人在他家里 就是来看他 第二天又来了 他这寒毛植树 然后跟他妈说 这个怎么怎么回事 又觉得不对劲了 又不敢上学了 后来他妈就没办法 因为他觉得 那个时候觉得 我非得要去台湾 才能帮他女儿 所以他就找了别的师傅做了 结果他就实在不行了 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 我一看 我说好嘛 你是一个鬼 人家那个庙 找了一个鬼打不过 又找了一个鬼 找了两个鬼还打不过 最后找了五个鬼 把那个鬼打跑了 这叫以鬼治鬼 懂不到 你们觉得好了 就是很有效 结果好了 你应该找警察 因为找张老师这种事 找警察 懂不懂 因为我们代表着一个政法 是自修自证出来的 他不是靠乎铁 你找这些动物仙儿 或者是以鬼治鬼的这种庙 他就是黑社会 听明白了吗 你有事找警察 警察办完了 保护你不说 他还不跟你要什么好处 因为他是公务员 他跟你拿东西 他犯法 对不对 张老师帮你办了 也不能跟你额外多要钱 是犯法 这个东西 犯天条 但是你找社会老大 那就不同了 人家那五个鬼 遥远地说 我帮着你 我到你家里住一段时间 你供养供养我有什么不好的 这更吓坏了 对吧 最后我就通过这个 那个时候我还在新加坡 也是隔空调 我就把五个鬼给收了 我就跟他讲了 你以后不要搞这种事 这叫一鬼治鬼 所以是你们重匠头 找人调了 觉得好了 等于过一段时间更严重了 原因是这个 懂不懂 都是低灵的 邪灵 以鬼治鬼 以邪治邪 他们在我们家 举个例子 就叫黑社会老大 听明白了吗 就是不要乱找 那么如果是实在 怕自己被家人下降 或者什么东西 你们学一个孔雀明王心者 这个我现在就教你们 Ong Mayura Grandi Swaha Ong Mayura Grandi Swaha Ong Mayura Grandi Swaha 连起来念 是要弃尘丹田 真意 到黄庭 这个回头 让美珠把这个归宁宫 在群组里发一下 就是大家学一下归宁宫 就可以真意 真心真意 到黄庭 把真心降到肚子里 真心到位 然后送 送出来的音声 可以解一切降头 掌声一下 就是不单你可以 解一切降头 那么所有的冤亲债主 听你迟念 孔雀明王 心咒 不得向你讨债 如若讨债 头做七分裂 就是头自己 像西瓜一样 泡了七瓣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自己要修点东西 学点东西 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 那么好好持念 孔雀明王经 或者孔雀明王心咒的人 这个不但能够保护自己 还保护自己的家人 那么并且天龙八部随护 就是我们在法界 总共是八部神明 有天部有龙部 天有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诸神 下面有龙神 嘎大婆神 修罗神 等等的 总共是八部 包括地神 总共还有大树神 八部神明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都往护 我们今天的讲堂很好 两侧都是天龙八部的神位 那么我的对面是诸天 诸天的神位 也是他们都在 所以是跟我们道场结员 不是跟张老师是结员 是跟正法结员 是跟整个的天龙八部 这个所有的护法结员 然后那么你好好 十念孔雀明王心咒 他就往护 他就管用 一旦就是自己 自己也不会被中这个降头 真正别人下了降头 你给他一句话 哪里来 哪里去 他收 他就回去了 这个就是你就可以做解降师了 掌声一下 这是教诀都告诉你 那这些降头术也好 这些斜术也好 他真正控制你的是什么呢 控制你的神识和魂魄 我们经常听一个成语 叫六神无主 六神无主就是你的神识 不在体内 体内没有了真主人 神识是真正的你自己 它分为一个未染的部分 叫第九阿玛罗史 在佛教里面 在我们道教里叫灵 叫真灵 又叫先灵 我们经常做法会呼喊 先灵啊 这个就是把你这个本来的 这个道体觉醒过来 先灵就是先天的灵 无人的灵 那么在我们佛教就是叫第九阿玛罗史 那么我们的第八阿玛罗史 是染史 就是已经被染污的阿玛罗史 这个在密法里把它分开了 就是叫潜意识这个部分 我们真正的神魂 神使不在的时候魂魄无主 也叫六神无主 眼耳鼻舌身 五脏六腑神都没有了 所以你就产生颠倒的 甚至发狂 甚至精神病 各种类型的都有 抑郁症 造狂症 各种症都有了 这个神识很重要 这个神识很重要 那么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在《孔雀明昂经》的里面提到 这个有个新进来的比丘 那是释迦牟尼时代 他这个要替这些僧人砍柴 烧水洗澡 结果是被一个黑蛇咬了 黑蛇咬了 他口吐白沫就跑 就昏死过去了 那一看这个情况 没有办法就赶紧跑去找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就讲了一部《孔雀明王经》 教了《孔雀明王心咒》 那样最后让欧难持此心咒 这个往后就到这个 昏死过去的比丘身边来 这个欧难领着僧众念了《孔雀明王心咒》以后 立马这个僧人就醒过来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他生病了 昏了 还不赶紧往医院里送 还去跑去找释迦牟尼讲个经 后来讲完经还回来念咒 这都不可理喻嘛 你们是早起救车 早就跑了 你拉到医院他也不会醒 为什么不会醒 我们现在很多出车祸的什么 他为什么不会醒 他为什么不会醒 肉体也没事 只是脑子浴血了 他为什么不会醒 那个蛇 他是成精的蛇 他跟这个比丘前世有仇 他看到了这个比丘的魂神 就认出他来了 然后就把他那个他有道法 所以他把那个比丘的这个魂神给什么 拉着去打官司去了 神死一不在了 这个人就死了 昏了 暂时还没死就是昏了 听明白了吗 说很多你们生病 哪来的病 就是无始节生死轮回中 人家找你纠缠着 去阎王那打官司 或者去山神那打官司 去哪个神明那去搞个明白 咱俩到底当年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就昏迷不醒 或者是你就神魂颠倒了 好像这个眼睛也睁不开 然后就醒不过来了 实际上这个就是灵魂系统的病 神死 魂神上面的病 还有七魄 魂魄上面的病 不是你们认为的简单的一个 身体生病了 脑中风了 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 如果想细着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